谢谢大会主席张议员 城区市长各局处首帐 所有的议会同仁所有的媒体朋友 大家午安 新政府在520已经带着众人期待上台了 我相信高雄市承受了百万选票 市长的期待跟压力也一定很大 那新政府上任不到一个礼拜 前几天我们就看见了高雄市民进党 有11位立委 在立法院大政杖的召开记者会 控诉马政府 过去5年来对高雄市的补助不公平 要求我们的小英总统要正视高雄市的财政 希望林全内阁能够补足 北高健保费的差额350亿 那同时呢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从各个媒体 报章杂志也都有看到 高雄市从2月 从3月从4月到5月 都透过不同的管道 不向的在向外界反映 高雄市遭受到什么样不公平的财政待遇 要求新政府要平等对待 曾经市长在这段时间内 也两度带着我们高雄市的立委 北上去争取经费 甚至在小英总统就职的前夕 大动作的公开呼吁新政府 要正视高雄的财政争议 我想刚刚讲了那么多 一连串只显现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目前为止 我们真的遇到了一个非常急迫需要解决 那就是高雄市的财政困境 坦白讲 这五年来我们不断的在反应 不断的在控诉 高雄人不应该受到这样不平等的待遇 所以任何一个高雄市民 都觉得会全力支持城区市长 支持立委 支持市府团队 向中央争取 向中央发声 我们也希望 蔡文总统能够实现她的竞选承诺 真的全力支持高雄 能够针对所谓的财政受制划分法 针对劳健保的补助争议等等 好好的中央地方坐下来谈 有一个妥事的安排 但是凡是真的要反求诸己 高雄市的财政赤字 高雄市濒临破产 高雄市会变成第二个希腊 高雄市的人均负债全国第一等等 这样的负面报道 字眼不断的在媒体出现 逐渐的变成了外界对高雄财政的基地影响 或许 或许 我们也该思考一下 我们遇到的困难 除了先天性的结构问题 除了我们不断反映的政治性的干扰之外 我们自己的财务控管 我们在开流截流部分 我们有没有善尽职责 我们有克金义务 比如说高雄市有三个营业基金 那这三个营业基金的亏损状况如何 我们有深入的去监督检讨吗 比如说高雄市我们有自己的民间投资公司 一卡通 有高雄银行 有肉品公司 有果菜公司 那这些民间投资公司 高雄市政府又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有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有给予他们什么样创新的想法跟经营理念呢 这些种种 其实我觉得都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我今天的咨询重点是 我们需要争取财政正义 但是自己内部的财政亏损 我们要自己救 那刚刚提到了高雄市的三个营业基金 我们就从这三个营业基金来探讨吧 高雄市三个营业基金 一个是财政局的动产之介所 一个是农业局的钢山果菜市场 一个就是我们交通局的轮船公司 我翻了一下财政局送过来的资料 其实坦白讲 财政局的动产之介所 它的营收 比较稳定 每年大概就有1500万 1600万 那刚生果菜市场 就农业局主管的 都是小额获利啦 就每年大概就是数万啊 到数十万不等 但最起码 最起码没有亏损 可是 交通局的轮船公司问题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我看到的数据其实也蛮触目惊心的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从交通局的轮船公司来讨论一下好了 来我们先请教一下局长 局长请答好 局长请问一下 就轮船公司的前身是高雄市公共车船管理处 他请问一下它是什么时候车船分离去独立运作的啊 大概98年左右 98年左右就是201911是2009吗 是什么时候 98年大概12月20几号 12月20几号 成立轮船公司 98年成立轮船公司 那我给你看一个资料好不好 这是我手上啊拿到的研考会所公布的高雄市公共汽车管理处 那时候也是交通局 他们那时候就有在做了一份研讨报告 就是公共渡轮营运亏损之探讨 那代表说车船管理处 他未分离之前 他其实公共渡轮就是亏损的对不对 那98年成立轮船公司之后 局长就您的印象中 这几年 这几年 轮船公司有曾经获利的年度吗 我跟议员说明一下 轮船公司他当然 你直接告诉我你的印象中 从98年到今年105年 这七年中 轮船公司有曾经哪一年 有获利的记录吗 报告议员 这个是没有获利的记录 好OK来局长请先请坐 我去财政局调了一下资料 我没有调到七年 我只调到近五年 为什么我调近五年 因为从2011年 就是县市合并的第一年 到2012 2013 2014 2015到去年 这样的数据比较有意义 因为县市已经合并了 我们比较知道说 好那交通局 如何的去利用县市合并之后的 所有的优势 去处理轮船公司 但是大家请看一下 大家请看一下 这五年的财务报告 轮船公司状况是怎么样 是连续五年 接连亏损 都是赤字耶 局长都是赤字 这就等于是从市长 参选第一届的大高雄都的都长 之后 轮船公司就一路亏 亏到现在 而且您看到 这五年当中除了103年 就等于是2013年 异常的亏损状况比较少 少亏了三千万 只亏了五千万之外 其余的年度平均都亏八千万以上 然后呢到去年更精彩 简直达到巅峰了 破了一亿 这五年来 这五年来的总亏损 超过了四亿耶 局长 这样数字 您看的是麻木了 还是会有超有感觉的 我在想 一般人啊 看到说一间公司 然后每一年亏损八千 八千万 然后甚至破了一亿 应该会心惊胆跳的吧 那交通局任由他每一年的亏损 无动于衷 我想你应该是麻木了吧 你大概会认为说 反正轮船公司固定就是亏那么多 不亏他的八千万以上 就不叫高雄轮船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那我想再问你一下 你再看一下 这五年来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 就是2013年 你看一下 我刚刚有提到了 五年连续亏损没问题 但是在2013年这一年 亏损的少了一点点 他只亏了五千万 然后呢 我们再从总收入来看 其实轮船公司近五年来 他总收入就是 就是这样稳定 就大概一亿两千 一亿三千 一亿四千 一亿四千八 可是在2013年这一年 收入突然增加了 变成了一亿五千 然后呢 他的总支出 也异常的减少了 从2011年的 两亿 然后到两亿一千 然后到两亿两千 到两亿五千 2013年 他突然之间 他的收入 他的总支出只剩下两亿 换句话说 在2013年 我们的轮船公司 突然之间 盈亏减少 总支出减少 总收入增加 局长我记得没错的话 那时候您是交通局局长吗 没错吧 那您记得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轮船公司的营运突然之间好起来了吗 这样答 谢谢主席 谢谢严议员的关心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可能没有办法在这边做比较多的描述 不过 议员刚才所提到的 我想交融局还有市府都非常关心 你就直接告诉我 您看这样的状况 您觉得2013年发生了什么事 好 我跟议员报告 2013年是因为当时轮船公司 他把所谓的票切给这个旅行社 还有外面的这个售票的合作单位 所以他把那个 切票还没有实现的这个收入 通通算在当年度的收入 局长我跟您说一件事好不好 2013年发生了什么事好吗 是这个 是这一个 是这一只黄色的小鸭 是这一只黄色的小鸭 我想跟您探讨的是 2013年 新闻局引设了黄色的小鸭 他创造了高雄市的观光产值 帮助的不是只有高雄轮船 还有高雄捷运 还有我们的寿山动物园 让我们整个的所有的产 观光产值都一下增加了 那我想这数据也都不用再讲了 观光局也不断的公布嘛 那一年引进黄色小鸭 一个月的产值 就让我们带进了300万的人潮 创意了11的观光产值 我们其实就是这样的收益者 那局长请您看一下 不管2013年那一次是不是因为黄色小鸭 或是您所讲的票价调整的问题 可是之后 之后 就这么佛光略隐一次 就一样继续一蹶不振了 我不晓得 如果您今天啊 经营的轮船公司是民间的公司的话 董事长跟总经理拿出这样财务报表 每一年亏8千万 甚至达到1亿 董事会不会叮死你啊 你有办法稳稳的坐在那里哦 那再说好了 如果说今天亏的 不是我们的营业基金 是局长您口袋里面的钱 不是人民纳税钱 您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轮船公司的营运状况吗 您会吗 您会吗 我再跟你讲一下 其实这几年 我去查一下 轮船公司啊 在审计部 在审计部 在监察院的资料真的是 多不胜数 我就简单举解好了 不要讲远了 就讲今年去年跟前年 2013 2014 2015 到2016 甚至到今年 审计部都还有针对你们的免费乘船 觉得说 你们的控管 其实是有问题的 2013 2014年 你们曾经被监察院纠正 2014 你也再度针对你们的严重亏损 去提出了审计 希望你们去延引改善 其实我想跟你说 我知道 我知道 轮船公司 他其实即使是营业基金 可是他富有照顾弱势的那种政策目的在 但即便如此 你们应该要设法去提升你的营业能力才对不是吗 就算不能获利 你最起码不能够像这种状况 逐年亏损啊 你最起码要控制 你损案要控制吧 你又知道高雄是什么样地理环境 高雄是海港城市 我们的山海合一的这种地理优势 那么的 那么的傲人 结果我们的轮船公司 不但没有办法利用这样的地理环境 去创造我们的市场竞争力 还成为了包袱 还成为了包袱 其实我也知道说 这几年来 不管是交通局也好 市长 或者是市政府也好 你们内部不断的有在做检讨 那其实我们看到就说 监察院就是纠正你了 审计部的报告就是没听过啊 即便说你们请的学者专家 那个座谈会一场接一场的开 然后研究报告一场接一场一片接一片的写 这结果还是一样嘛 亏损亏损再亏损不是吗 那我想问你的是 面对这一种亏损几乎是无法逆转的状况 我觉得你应该仔细去冷静想一想 交通局对轮船公司的心态是什么 轮船公司现在对高雄市政府的意义是什么 我请问一下 面对这样的财务报表 我们要怎么跟市民交代说 我们高雄市真的有成绩要面对轮船公司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 中共不会逐年的恶化 一年一年的增加 我们要怎么告诉高雄市民 其实我们认真是需要去解决 这家轮船公司的问题 巨大姐请您答复一下 好谢谢 刚才议员也提到 審计处对我们有 每一年都有一些意见 那里面刚才议员提到的那个亏损的部分 因为我们每一年大概有 不同年度 像去年总共有七千多万的 这个旗津居民 他是免费搭乘的 这个部分 那事实上轮船公司他必须承担 目前市府没有编列预算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这个亏损里面 有一大部分 是因为 习近居民免费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必须要针对这个问题去做一些交叉的一个补贴 局长 我想你就看一下我提供的资料吧 这是你们轮船公司最真实的运营状况 我一跟你讨论好不好 我一跟你讨论来 现在你们轮船公司的船物呢 有四种 一个是 参船我就不要说了啦 太阳人船 观光交通渡轮 游港船 高雄轮 就请你自己看一下 目前为止这些船物的状况 太阳人船 爱之船 在今年四月已经绝标 由高雄客运子公司大鹏湾得标 六月一号开始营运 换句话说 委外啦 再来 观光交通渡轮 星光骑今的航线 停航 再来 中州跟前阵的航线 你们也打算委外嘛 只是因为中州前阵的航线 每年要亏两千多万 业者根本不想要 所以他们要什么 你给我包裹委外 那包裹委外他要委外什么 他要这两个 他要这两个游港船的航权 一个是香蕉码头观光游港轮 一个是观光游轮 这两个目前为止 打算救着中州前阵的航线 要一起包裹委外 那我就跟你讨论一下 你这个香蕉码头 观光游港轮 你今年三月才刚新开 今年三月才刚新开 结果你开的营运状况是什么 你刚刚假日只开两班 假日只开两班 业绩不理想 一定不理想啊 结果现在要委外了 那观光游轮办了 十多年了坦白讲 只是因为你的业绩提不起来 那你怎么做 你就陆陆续续停航 停停开开 那这种状况之下 怎么可能会好 那目前为止有的高雄轮 你知道高雄轮的营业时间是什么吗 一个礼拜 就那么一次 礼拜三下午 五点到六点十分 短短的七十分钟 所以局长请您仔细听 现在轮船公司 唯一固定的业务 大概只有哪一个 您想保留大概只有这个 旗山 古 古京 不好意思 旗古航线 对 旗山 古山跟旗京的航线 你大概打算保留只有这一个吧 那我想问的是 从这样的一张表 你看出了什么 那代表说你的经营策略是有问题的嘛 轮船公司现在不断的叫你的业务 不是已经委外了 就是打算委外 就是打算包裹委外 那剩下的保留的 我问你 古山旗京航线 对你来讲是一个有 观众发展价值的航线吗 其实它是一个相对人数固定嘛 相对人数固定 然后航市固定的航线嘛 那如果说今天 一个民间的公司 不断叫我的业务 切割切割再切割 委外委外再委外 我只剩下了一个业务 这样的公司还叫什么公司啊 我再换句话讲 如果今天局长 你身在这样的公司里面 你的公司 不断将业务委外 但是轮船公司却告诉你 不要担心 我不会裁员 有可能吗 有可能吗 如果今天我的公司 这样业务都委外了 自然就不需要保留员员的人工数 员工随时有可能被裁测 请问一下如果轮船公司长期 拢在这种 我会被裁员的这种气氛之下 员工哪有心情上班啊 他哪可能愿意为了你去创造业务 去替你拼呐 不可能吧 那就好比说 假设今天市长一上任 到处传言说 交通局可能会裁测 建管座可能会裁测 请问一下交通局局长 请问一下建管座处长 你会安安静的去办公吗 我想应该是每天坐在冷气房里面 拿着电脑 去找职缺 然后去地理例表 应该是这种状况吧 局长我想跟你讨论的就是说 我知道轮船公司的问题 很多很多议员都讨论过 可是我希望你能够正视 轮船公司既然称为轮船公司 就希望你们能够用企业经营的心态 去看待它 不要把它当成饥肋 反正就丢在那里 因为我交通局还有其他业务 有其他说我可以补啊 亏个八千万亏个一亿 不算什么 是这样子吗 局长我想请你扪心自问 你觉得轮船公司 从车船分离 从车船管理处分离之后 真的有建立起所谓公司的制度吗 你们真的有所谓的专业的经理人 有专业的团队在经营吗 你们真的有曾经就内部讨论过 要提出一套什么样 企业经营的创新的理念方式 你们有想要去跟市场竞争吗 有吗 你们真的有吗 看起来是没有的吧 那如果没有的话 请问一下 你们保留轮船公司要干什么 如果有 不会是这样子 不会是这样子的选择方式 你不会去选择这么传统保守 这种经营方式 这样所有可能会观光 可能会行销的 因为全部委外 我就留着一条古山骑径航线 不会是这样的做法 我也不会说因为我怕人工不足 我就班次减少 停停开开 这样的经营模式 你看出问题了没有 你看出问题了没有 局长我想跟你讲的就是说 轮船公司有他的公共任务在 刚刚我就已经谈过了 可是 我们不能够让轮船公司 轮为只是一个处理公文 去处理繁杂事务的一个公机关 你身为董事长 你就有义务 要么你就让他名化 要么就让他起死回生 我希望说今年还有半年 半年我们就从半年去检讨 你的财务报表 最起码最起码不要再亏损扩大 因为这是你对高雄市民的责任好不好 谢谢议员的关心 确实我们轮船公司就是因为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经营改善的一个计划 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市府里面也讨论过 我们也是逐步按照这个经营改善的计划去执行 那议员所提到的 你就给我具体承诺嘛 你就给我具体承诺 我不要听什么计划 你就告诉我好 这张财务报表会不会改善 因为这最实际嘛 去年亏了亿哦 那你给我提出一个具体的保证 你要怎么改善 你的财务会改善到怎么样程度 财务我们希望 最早的时间点 希望能够在明年底 可以这个损益两平 请您再说一次 在明年底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损益两平 局长您公开承诺了哦 是的 在明年年底 然后轮船公司要损益打平 是的 好 我非常感谢交局局长有这样的魄力 我们也期待看到您的 承诺能够实现 好局长您先请坐 谢谢 刚刚谈的轮船公司 其实是交通局所主管的营业基金 那接下来我想探讨的 还是交通局主管的 是非营业的特权基金 就是停车场的作业基金 坦白说啦 局长你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吧 你的停车管理中心 不可能像轮船公司 亏损的那么严重 因为毕竟哦 就是特种基金有他的目的在嘛 第一个就是他要自筹裁员 然后他要专款专用 然后呢他的剩余裁员呢 扣除掉要因缴回的国库预算之后呢 其实他是可以留存在基金里面 去滚存运用 所以局长我想跟你探讨是 如果今天我们的停管中心 有办法创造业务提升业绩的话 事实上溢注到我们停 我们的停车场作业基金的基金就会多了 我们再利用基金去溢注到我们的公共建设的资金费就会多了 对不对 这样的逻辑是对的吧 最重点就是说 我们的停车场作业基金 必须要能够开源 而且在某部分能够截留 所以今天我想跟你探讨就是 停车场作业基金里面的停车费的收费问题 高雄市现在有四万五千的停车阁 停车阁 汽车停车阁 大概有八成是采收费制度 其中有两成呢 是免费 你说你 你怎么在高雄市场的停车队 大概有两成 他是不用收停车费的 那最近呢 我们的交通局 做了一个民调 我觉得看的还蛮满意 他是针对说我们高雄市政府 就是停车阁收费的满意度 既然有高达七成的民众是满意的 高达七成的民众是满意的 那照这样的结果 交通局对外宣称说 好 未来高雄市的所有的停车费 停车阁都要全数付费 采用使用者自动付费的原则 要百分之百都要收费 好 这样的概念前提之下 我先请问一下 在座的局处长请问一下有曾经拿着停车单去缴停车费的请举手 你们都坐公路车吗 都有 好 消防局局长来请问一下 局长答案 你都到哪里缴费啊 到 7去缴 7去缴 好 请坐 那请问一下 刚刚局所除了到7去缴之外 还有其他的缴费方式吗 所以你们的停车单缴费的地点都只有个通路就是超商吗 是这样子吗 好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吧 大家来看一下哦 这个是高雄市交通局停管中心所提供的资料 现在呢我们高雄市其实一般来讲哦 高雄市政府为了要提供民众缴费方便 他会提供各种的缴费 带收管道嘛 刚刚消防局局长所讲的 高7去缴费的红线 就是所谓的超商通路嘛 超商代缴 其实 我们银行也可以代缴 你们知道吗 我们还有个网络也可以代缴 叫全国缴费网也可以代缴 你们知道吗 所以呢 今天借这个机会告诉所有的局处长 我们的停车缴费 你可以在家里上网找全国缴费网 就可以缴 也可以到银行缴 超商当然是最便利的方式 那我从这一张 这张表格 看出了一个状况 局长来我们来一一讨论一下 看这张表格 跟高雄市财政有什么样的关联好不好 来你看一下哦 这张表格呢 是停管中心所提供 光是去年哦 只有去年大家看好 只有去年一年 我们透我们的停车费 透过各类的代收管道所收的费 这不包括收费员所收的哦 我们的停车场 刚刚局长非常引以为傲的 七成民众满意 在路边停车 然后收费 民众非常满意的 我们我们的代收金额有多少 有七亿七千万 七亿七千万 大家能想象吗 七亿七千万 所以换句话说 局长 如果说您能够 按照您刚刚所讲的 就是说将那百分之二十的停车格收费制度也推行下去 因为民众会支持 又会改善交通 又会增加市库的收入 所以局长我拜托您 这个部分 您需要百分之百推动使用者付费 让刚刚市的停车格都能够付费这部分 对市库是有益助的 对然后市民又是支持的 就请您尽量去推好不好 请您尽量去推 好 这就是这就是开源啊 不是吗 这就是开源啊 那第二个呢 从这张表 我又看出了什么 就是说 现在呢 我们的缴费 透过各类的代收管道 就成如刚刚民调上所看到的 我们会从超商缴费 会从银行缴费 会从网路上缴费 那因为超商实体店面多嘛 到处都有7 都有全家 都有莱尔夫 我随时走进去 我单着拿着 我就可以缴了 所以呢 我们有超过92%的金额 都是来自于超商缴费 那银行缴费呢 比较少 只有7.7% 不到8% 那上网缴费的更少了 更少了 这代表说 其实高雄市市民 运用网路缴费 第一个安全性 还是有疑虑 第二个呢 普及性还是不够 只有0.13% 就只有0.13% 连1%都不到 那从这个手续费 我又看出了一个问题 局长 请您看一下 请您看一下 我们透过超商银行 网路去缴费的停车费啊 代售停车费啊 有7亿7千万 可是 光是超商 我们要付给他多少 多少手续费啊 要付9200万的手续费 付9200万的手续费 然后呢 银行 为什么要付手续费 因为超商跟银行 其实他是需要人工 人工代收 他需要零贵嘛 所以他付手续费也 也没有办法 那根据停管中心 给我的资料 你知道吗 一家超商 收多少手续费 他以一张单计算 不管你金额多少 我今天缴5 罢了1千 罢了10块 手续费就是3.9块钱 可是呢 我们假设到 到网络上去缴费的话 手续费就少了很多 就让你看一下哦 我们缴了7千7百亿 我们收了7千7百亿 可是有12%的费用 我们都要付在超商的手续费 我们先换个角度想 如果我们有办法 去改变民众的缴费习惯 急于去推广 网络上缴费的重要性 譬如说你方便 我们去解决你安全性的疑虑的话 第一个对市民也方便 第二个对市库来讲 也会减少手续费 不是吗 因为毕竟网络的手续费 比较少 超商手续费比较高 一旦手续费 拉下来之后 我们的手续费减少 我们的市库增加 是不是又增多了 对不对 这是你政策上 可以努力的方向啊 局长 所以我拜托你 回去好好思考 从这张表去看一下说 到底要怎么开源节流 毕竟你还有个轮船公司顶在那 你就要从其他地方设法去找钱进来嘛 你懂我意思吗 而且这是可以做的啊 那从这个手续费 从这个手续费 人工手续费 我又看到了一个问题 我又看到了一个问题 其实 现在到超商哦 高雄市政府极力在推 所以所谓的一卡通 对不对 所以 我相信 你们即使到超商 拿着缴费单去缴费 也不可能拿现金缴费了 人工收费一定要 你们一定都是拿一卡通 一定都拿一卡通 因为现在已经 进入到了电子票证的时代 但是你们知道吗 其实现在 我不用拿着一卡通 到超商去缴费 我只要坐在家里 坐在意识堂里 拿起我的手机 下载APP 扫描QR扣 我就可以自动的去扣缴 我的停车费了 局长 电子支付时代已经来临了 电子支付站已经开打了 无现金时代已经来了 我们在推所谓的智慧城市 我们有没有去注意到 数位的商务系统已经来了 如果说今天 我们有办法 我们连所谓的网路缴费 所以我们都不要 我们就直接去透过所谓的电子支付系统 局长你知道我们可以省多少钱吗 我要求停管中心给我资料去算了一下 请您看一下 如果说今天啊 我们不用再拜托超商 拜托银行 去帮我们代收的话 我们自己去解决所谓电子付费 透过第三方付费去缴费的话 我们要我们要减少 我们可以减少多少手续费 在超商一张单是3.9块钱 如果我们像亿富保 我们像欧保 像亿富保 像派 像Pay等等 像P等等 透过这些第三方支付的话 我们的一张手续费 才1.9 才1.9 就这样我们省多少啊 这是你们停管中心提供的资料 如果说我们能够 当然这是最完美的状况之下 现行超商代收就超 就已经超过9200万 如果我们能够百分之百 坐在家里面用手机下载APP 扫描QR Call 我们只需要付多少 3500万的手续费 一下子就结成多少 5600万 局长我现在帮你升裁员啊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帮你升裁员啊 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要极力去推啊 事实上电子付费 电子支付 停车费 台北市今年已经在做 人家台北已经在做 他们去年就开始规划了 金管会现在针对电子商务 法令定了一大堆 我们要跟上脚步啊 他们今年就已经开始在做 从今年1月到6月 那我去询问了一下 我们的交通局 他给我的回复是说 今年年底要招标 明年开始会试办 我们的动作 永远都晚人家一步 都晚人家一步 但事实上 如果我们今天有办法 从人工收费 从人工收费 需要超商付的 需要付给超商手续费 到今天我们就直接去处理完 我们自己的电子支付 我们自己使用智慧型手机 下载APP去付款 我们可以为市库 减少多少钱 我们可以去替人民 减少多少时间 我们可以再让这个城市 更进步多少 局长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开云截流 不是随便说一说 要从各个局处 你们实质政策去检讨 有哪个方向是可以处理的 关于这一点 局长请答复一下好不好 局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原议员 对这个我们停车收费 缴费的这个方式的关心 确实没有错 行动电子支付这个部分 只要是法规上OK 我们其实一直在努力的 赶快把它变成是一个 可以缴费的方式 那另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更方便的缴费方式 比如说是不是用ETEC 来缴费 那目前这个都是在 ETC没有被 局长我现在强调的 不是你要做什么 是你做了什么 你开始做了什么 政策要有执行力 你知道吗 要执行力 所以你就是要动作要快 既然开始走了 就要赶快动 所以我希望交通局 因为你们跟我讲说 你们年底会招标 明年会动嘛 如果可以的话 就开始做了吧 那在此呢 我也要拜托各局处 回去检讨一下你们的 各局处的业务 如果有相关的 因为一卡通也在做啦 一卡通也在争取 电子支付或第三方支付啦 对不对 未来这个城市 会是个与众不同的城市 对岸中国 我们那么瞧不起他 结果他的电子商务 做得下下脚 这就是我们该努力的方向了 好不好 局长 不要说 不要给我计划 就是去做就对了 好不好 好可以吗 好来局长请坐 那关于这个部分呢 我还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为什么我想要提这个 大家看一下 我们假设一个状况 假设今天最完美的状况 我们的停管 我们的停管中心 有办法 就是让我们的停车费的收费 都百分之百用第三方支付的话 我们的国 我们可以去节省多少钱 节省五千六百万 这五千六百万 打算怎么做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做什么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停长最近这三年的收支状况 我想大家都知道 基金的运作就是这样嘛 就是财政局去编列一个预算 然后呢 交通局呢 就是根据总收入 扣掉总支出 剩余的呢 在实际缴款 在剩余的 就列入了我们的停管基金 这就是我刚跟你说的 局长你可能会送一口气啊 虽然说你的轮船公司 这样亏得一塌糊涂 可是你的 你的停车场作业基金 还算争气啦 你看2014年齁 你的停管 停车场作业基金 有八千三百万 然后2015年呢 停车场的作业基金 有一千两百 有一千 各式百分之七 一千两百万 那是想一个状况 如果刚刚 省下的那五千万 全部都溢注在你的基金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什么事 我们可以去做什么事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自治条例 可以根据停车场作业自治条例 用在我们的公共运输上 做好多好多事 譬如说 轮船公司票价 不是不够吗 我们可以去补助公共运输的票价 譬如说高雄市 这几年不是一直喊着 我们去停车场吗 高雄市政府 不是也一直说 我要在五年新建 我做停车场吗 假设说 这一切都能够如期进账的话 我们的停车场 作业基金不是就有了吗 最后受益的是谁 是市民 是市民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 讨论一个观念就是说 财政正义啊 要求的不只是 别人对我们的不公平 我们更要要求 我们对自己的财务亏损 也要勇敢面对 我刚所提到 轮船公司的亏损 我希望交通局 你能够积极的去改善 我提到了 停车场作业 停车场作业基金的状况 它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说 好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降低 去降低所谓的 各个代收管道的手续费 那如果 连这些手续费都不要了 我没有办法继续去处理 电子商务的系统 那如果都可以的话 那将来怎么样 用这笔基金去运用在我们公共建设上 这样子整个高雄市的财政才会活络 今天我只是举交通局为个例子 事实上很多局处都有类似的状况 所以我拜托大家 拜托大家 开源节流 不是口号 他是真正可以做的 那我期许说新政府上任之后 我们能够有个全新的开始 我也期待说 日后 我们不会在媒体再看到 有任何有关于财政亏损 这种不良的字眼出现了 好 那在咨询最后呢 我想跟财政局讨论一下 政治议题 蔡英文总统呢 在520就职 他开宗明就告诉我们 1月16号的选举结果 人民选择了新总统 新政府 所期待的就是四个字 解决问题 关于这一点呢 陈局市长在这次定期会的施政报告也表了态 市长告诉我们 我们是以高雄翻转为使命 新政局是高雄翻转的契机 市府团队将会与新政府密切沟通 请大家注意看好 未来的总统蔡英文 已经公开承诺会全力支持高雄 产业升级与宜区城市不再只是梦想 一定会在高雄实现 好 参计结束了 现在中央典国会议会专名 之前 我们高雄期也打破全国记录 我们有十一世的区 也跟不分区的立位 现在我们也看到 总统公开标态 他会带着诚意来结果问题 他也跟我们说 他绝对会专业极其割胸 在质询一开始我就说过 高雄目前最迫切期待解决的 就是劳健保的争议问题 那我想问的是 理论上 理论上 我们高雄市的建设 高雄市的经费 都应该获得 蔡英文总统 无条件的全面支持 对不对 对我这样说法 反对的请举手 所以大家都赞成 好 财政局局长 财政局局长 你赞成对不对 好 那我想请问你 现在 理论上 蔡英文总统 要全力支持高雄 那您认为 我们现在高雄市全力在支持的 在争取的 要求劳健保的补助 要补到足 补到满 您觉得有可能吗 局长 好 谢谢主席 谢谢严议员 那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凸显一个 真的对我们 对 原来马总统 对 局长你就告诉我 你觉得有可能吗 呃 我们 准备了很多论述 很多理由 还有那不公平的地方 在哪里 对 我们一直在反映这个问题 是 我们也用了很多的管道 包括 刚刚您讲的 市长带我们去找十一位 我们 您就告诉我 对 有没有可能 机会大不大 全额补到足补到满 可不可能 我们当然有这样的期待 就是如果 你就告诉我 有没有可能 我们的期待如果能够实现 我们现在还欠的 劳健保欠费270亿 就可以解决 那我再问你好了 假设说到最后 行政院合给高雄市的不足额 可是能够解决我们的财务问题 接不接受 呃 钱在中央的手上 我现在就告诉你 假设嘛 是 我就跟你说假设啊 假设行政院合给我们 不足额 但是有办法去解决 我们的燃眉之急 接不接受 呃 我们 呃 我刚刚说的就是 我们的期待 他最好能够满足 如果不行的话 好 那我再退一步问你 如果接受了 怎么解读这个问题 我们该说是 城局市长没有用力争取 还是该说是 小英总统没有权力支持 嗯 局长您看出问题了吗 这就是我 我为什么在去年的施政总咨询 跟今年部门咨询 我就一再的跟您讨论 高雄市绝对不接受 行政院那种量身定做 以非涉及劳工的身份 去补助方式 我们不接受 我们觉得不公平 可是高雄市 要有自己一套的 申请补助的标准在 这套标准是要干嘛 不只是要拿来 我们拿去向行政院 向主纪总处 向劳动部 向财政部说明 不是 我们还需要向高雄市市民说明 因为政治是折冲 沟通 协调 说服的过程 假设说到最后协调出来的结果 其实我们双方都能接受 我们必须要让市民知道 为什么到最后 我们接受了这个版本 不是市长不努力 不是总统不支持 是因为这样的版本 是现阶段我们能够接受最大的程度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现在开始 你给立委的说帖 给市政府的说帖 都要有一个具体的补助标准办法 让他去说 我们不能光说不公平 不能光说不公平 因为现在在野党 会用同样的方式去检视我们 过去我们曾经要求 你马总统要补到足补到满 想要是蔡文总统 补不足补不满怎么办 我们不需要对在野党负责 可是我们要对市民负责 我们要告诉他们 为什么到最后 高雄市政府接受这样的折衷版本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不断告诉你 办法要拿出来 补助条件要拿出来 要告诉市民朋友 我们现在正在谈什么 当然 高雄市政府 跟行政院 有点自己的沟通策略 因为我们自己的底线要守住 可是 到最后 这一关 如果不能如期 可是我们满意了 这是我们的责任 必须告诉市民朋友 政治责任 我们扛起来了 那为什么 我们接受了这样的补助 我相信 小英总统 听见了城局市长 要求高雄市要财政政营的声音 我也相信 他看到了我们希望财政收拾划分法 劳健保补助 需要好好调整的声音 中央跟地方 妥事解决 如果光用政治言语 其实到最后 会弄得不可收拾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也谢谢您的指教 我们真的 您刚刚提的问题 我们其实也有在认真思考 当然前提就是说 我们第一个诉求 看你能不能给我们满足 不能的话 退了求其次 看用什么方式 其实我们都有 都有在思考 局长 我跟你谈过 就是说 你不需要去露出你的谈判底线 因为我们跟中央争取经费 本来就我们的 者冲方式 本来是我们谈判策略在 你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 跟大家报告你的谈判底线 可是我只是要让你知道 你是必要的 到最后必须要有个说帖出来 因为在野党 会用同样的标准 去读我们的嘴 告诉我们 为什么最后 高雄市争取了 却没有补到足 如果我们在选前不断的说 给我们国会过半 给我们议会过半 让我们全面执政 小英总统公开承诺会全力支持 可是我们却打了嘴巴 怎么交代 这不是我们的不对 重点是你要说服市民 接受这一切 好不好 好 ok好 今天的质询到此为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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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晓晴演的执行 今天上午的议程到此 这次下午三点七点开会 谢谢 谢谢 谢谢